在倒计时的过程中 唐三心念电转 可能现在他唯一处于成年人状态的 就只有思想了 虽然他不知道按摩协身虎是怎么做到的 但他全部能力都回到了六七岁时的水平 这是不争的事实 好在按摩协身虎也缩小了 这就证明自己身上的问题 在按摩协身虎上同样出现了 那么这场战斗他并不是没有机会的 这是一场生死之战 是他与按摩协身虎返老还童之后的生死之战 一旦在这里战死 那么现实中的唐三自然也会死亡 唐三心想这个魂迹太奇特了 难怪大明和二明以前没能消灭掉这个家伙 有这么个魂迹存在实在是难以对付 不容唐三多想 按摩协身虎已经化为一道黑影 朝着唐三扑了过来 他那一双红色的眼睛发出森冷的光芒 根本不把唐三放在眼里 六七岁的唐三实在太过弱小 但是按摩协身虎想要轻易将它毁灭 也是不可能的 此时如果换了其他魂事 恐怕连按摩协身虎的第一次普及都躲不过了 因为他们在武魂还没有觉醒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孩 也算按摩协身虎倒霉 他碰到的偏偏是唐三 两世为人的唐三 鬼影迷踪 唐三迅速的向侧面一闪 避开了按摩协身虎正面的冲击 肩膀轻轻一顶 按摩协身虎的身体顿时打横 在地面上一连翻滚了好几圈 这才稳住 唐三笑了 极为开心的笑了 因为他知道这场战斗已经没有继续下去的意义了 按摩协身虎一击不中 身体迅速反弹而起 再次朝着唐三扑来 当按摩协身虎调转身形再次扑向唐三时 看到瘦小的唐三怀中 爆出了一个长约一尺的黑匣子 他那双娇嫩的小手飞快地在黑匣子上移动着 金属碰撞的声音不断响起 眼看着按摩协身虎第二次扑来 唐三身形一转 施展鬼影迷踪 飞快地横移三尺 又在地上打了个滚 再次躲开了按摩协身虎的扑击 按摩协身虎开始慌了 他不明白 为什么唐三在这么小的状态下 身手还能如此敏捷 居然轻而易举地躲开了自己的攻击 在低沉的咆哮声中 按摩协身虎身上开始生起一股股灰色气流 灰色气流成漩涡状 缓慢地在他身前凝结 这逐渐在他身前凝聚成形的 正是一颗按摩协雷 按摩协雷凝聚成形的同时 唐三摆弄激阔的声音也停了下来 黑匣子缓缓被抬起 对准了 按摩协身虎 暴鸣声带着强烈的嗡嗡声 瞬间爆发 十六道黑光 如同幻影一般从唐三手中的黑匣子喷射而出 一连串的闷响声中 按摩协身虎的身体凝固了 他睁大腥红色的双眸 简直难以置信 唐三第二次拉起黑匣子上的击裤 目光平静地注视着按摩协身虎 对不起了 我不得不说你是我见过的所有魂兽中最阴险狡诈的 或者说是最聪明的 你不但有强大的实力 而且对对手的判断极为准确 难怪你能活到现在 我想在整个按摩协身虎的族群中 你应该也是绝对的王者吧 在对对手的判断和控制上 我承认我输了 我还是低估了你的实力 可惜的是幸运之神并没有站在你那边 但我要承认 你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 一个强大的对手 说到这里 唐三向着按摩协身虎微微躬身 表示自己对他的敬意 再见吧 铿锵之声响起 一团团灰色的血雾 从按摩协身虎身上爆发开来 尽管他的身体十分强忍 但这一次 他所有的生命气息 在那诸葛神怒面前彻底消散了 光明大放 唐三浑身一清 再次踏在地上的时候 已经回到了星斗大森林内 失去的力量重新回到他的体内 所有的实力都回来了 而在唐三前面不远处 按摩协身虎那庞大的尸体上 正漂浮着一颗奇异的珠子 那颗珠子看上去通体有黑 却散发出青色与蓝色两种光芒 这是什么 没等唐三反应过来 那将他身体释放出来的黑洞 突然一吸 那颗奇异的珠子 一下子飞向黑洞之中 唐三立马使用空和心龙 他刚刚吸到那颗珠子 黑洞就轰然闭合 那颗在按摩协身虎尸体上 出现的奇异珠子也消失了 唐三一愣 眉头紧皱 不禁用力地拍了拍自己的脸 他知道 如果在正常情况下 以他的反应速度 应该可以拿到那颗珠子 可是因为他的心情受到了影响 这才没有成功 看着按摩协身虎的尸体 唐三不禁暗暗感叹 这只强大的魂兽 带给了他太多的震撼 这只魂兽实在是太强大了 幸好没有人拥有按摩协身虎 这样的武魂 否则可就麻烦了 希望他的魂环能够带给自己更多的好处吧 想到这里 唐三不见暗暗后怕 按摩协身虎临死之前用眼神告诉他 按摩协身虎最后施展的技能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那个技能真正的效果是令唐三回到幼年 而按摩协身虎被吸入其中之后不会受到影响 正是因为唐三最后施展的紫急神光破掉了他的防御 才使得他和唐三一样回到了幼年 试想一下如果唐三没有施展紫急神光或者紫急神光没有出现效果 那么六七岁的唐三要面对的就是六万年修为的按摩协身虎 结局可想而知 因为双方的实力有天壤之别 这一战真的太险了